课文二 孙岳和丈夫计划放寒假带女儿去旅行 女儿下个星期就要放寒假了 到时候咱们带她去旅游 放松放松怎么样 平时女儿那么多客 总是说想去旅行 但是没时间 怪可怜的 这次放假 咱们带她去哪儿玩比较好呢 去年我同事带她儿子去广西玩了一趟 听说很不错 我们就去广西吧 好啊 那里的气候和北方很不同 即使是冬天也非常暖和 还能吃到许多新鲜的水果 等女儿一回来 我就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先别着急说 中午我们不是要去对面的饭店吃烤鸭 祝贺她考试成绩都合格吗 那时候再告诉她 不是更好 好主意 到时她知道了 肯定特别开心 商词 旅行 怪 可怜 对面 烤鸭 祝贺 合格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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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